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 今日说法 一方说是栽赃陷害 一方说是巨石曝光 今日说法为你播出 谁打谁的假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 今天我们请到演播室的嘉宾 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吴景明教授 吴教授好 前不久315期间 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 就公布了一批 据说是质量不合格的白酒的名单 公布之后引发了很大的争议 被公布的企业 说是要把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 给告上法庭 到底为什么 来看一下我们的记者发布的调查 出人意料的是 酒业公司的这位负责人说 他们公司刚刚注册 目前相关的生产许可手续都没有办齐 根本就没有生产过酒 对于中国消费者基金会 曝光他们公司生产了不合格的酒 他们更是一头雾水 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 企业负责人把记者带到了他们的生产车间和库房 记者发现 这家公司的设备都尚未使用 也还没有聘请工人 这些情况让记者感到非常诧异 我们根本就没有一瓶酒 记者还与北京香山酒业有限公司所在的 制监部门进行了联系 对方也证实 这家企业确实没有生产 难道 真是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 所发布的消息有问题吗 在北京市的一个居民小区里 记者找到了这个基金会 这些白酒是你们怎么样去采购的 以消费者的身份 在市场上 这些商场或者超市采购样品 然后委托国家的权威的质量检测机构 去检测 当时买了多少 按照他检测的话 他要求每组最少是四款 谁去的呢 就是我们的市场调查员 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 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是在民政部注册的一个民间消费者组织 今年春节前 他们派工作人员在安徽福建等地采购了一批当地市场上的白酒 并送到了位于安徽的国家农副加工食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进行检测 记者立即赶到安徽 我们事务委托法案 解到这个样品过以后 我们就处理 处理过以后 再把这个结果反馈给他 负责检测这批白酒的工作人员说 2008年12月 他们收到过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送来的白酒样品后 经过标准检测程序 检测出四家企业生产的白酒不合格 其中 京州牌北京二锅头 被检出甲醇超标 像甲醇它是非常有害的一种物质 如果是这个白酒中这个甲醇严重超标的话 可能会甚至会致人失明 记者了解到甲醇是一种有毒物质 按照我国有关检测标准规定 白酒中的甲醇含量每100毫升不得超过0.04克 如果饮用甲醇超标的白酒 将对人体视觉神经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严重的还将导致饮酒人死亡 而按照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发布的消息 在这次检测中 北京香山酒业有限公司生产的白酒甲醇含量 为每100毫升0.27克 超过国家标准的6倍 如果超标的话 安全内容也比较大 可是让记者弄不明白的是 一方确实没有生产 一方却说在市场上查到了他们生产的不合格的酒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就在北京香山酒业有限公司的负责人 感到不解的时候 一个河北方面打来的电话解开了谜团 可以可以 你等一下这一地央视记者那个跟你说一下 好吧 好吧 好嘞 您好 您好你好 请问您是什么企业 保定翻新只有一家公司吧 您是河北保定的一家企业 对对对 那为什么这个 您跟这个荆州品牌和北京香山酒业有限公司 有什么关系呢 制造这一块都是我的 但是你们为什么要打这个北京香山酒业有限公司的这个场名呢 因为我们的冠名 我们用他们的冠名嘛 这肯定是不允许的 是吗 这肯定是不允许的 这批可能我违规了 打电话的人说 问题出在他们那里 是他们在没有打招呼的情况下使用了北京香山有限公司的场名 长指呢 在河北保定市徐水县 记者找到了这家企业 经过交涉 记者得以进入这家企业进行采访 一进门 记者就发现 这间办公室里摆放的所有的酒的包装 全部都打着北京香山酒业有限公司的场名 为什么一定要在上面贴这个北京香山酒业有限公司呢 北京这俩字我都圈过的手中 它知名度高一点 这家企业的负责人说 他们发现打上北京厂名长指的酒比较好卖 他们才这么做的 不过他们说也按照国家的规定 在包装上打上了自己公司的名称和地址 可是我们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 下边这是保定三星9月有限公司 厂名长指的电话 它就是太小 下面这个制造商保定三星9月有限公司 国家有个规定 这个制造商的厂名长指 一个字不能小于1.8毫米 你这是1.8吗 这个好像小一点 怎么把这打这么小呢 原来企业是为了酒好卖 采用几乎是最小的字体 打出了自己的公司名称和地址 企业负责人说 当时这批酒只是生产了一个批次 50件共200瓶流向了合肥市场 其实这个事到现在应该说是基本上弄清楚了 首先保定这个企业的行为怎么看 是一种侵权行为 那么对他一个名誉权 这个产品的信誉等等都构成了侵犯 他有权追求保定这家酒厂 他的法律责任 造成损失 那么保定这家酒厂应当给他赔偿 现在尽管保定这家企业承认 这件事确实是他们的责任 但是作为北京香山酒业的负责人来讲 心里还是有这样一个困惑 那就是你这个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 在没有搞清楚事实的情况下 就把我这个企业 以及我的企业产品不合格 这样的信息公布出去曝光了 这样做是否负责任 或者说你到底有没有这样的资格做这种事 来看我们的记者发布的后续调查 咱们是跟中国消费者协会 有没有什么本质的联系 没有 据这位负责人介绍 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 是经人民银行批准 在民政部注册的一个民间消费者组织 可是在该基金会的法人登记书上 记者发现 年仅有效日期截止至2007年6月 对于我来说 我是一个平民百姓 我肯定就相信他是政府部门 对不对 王爷说 即使先不说基金会身份的合法性 按照规定 发布消费提示都应该是非常严谨的 一般情况下 首先是由工商等部门将不合格的产品就地查封 阻断伸向消费者的黑手 然后再由政府有关部门核实后权威发布 这才是对消费者负责的做法 超开我的厂家 如果假如你真是为中国的老百姓搞想的话 你既然当时在安徽上发现这个东西了 你为什么不当时就查够这些东西 还要让这些东西在这个市场上流通着 那么你没有把这次家不合格的向工商部门反映呢 我们也会向工商部门去反映 当时没有第一时间想到向工商反映 不是没有想到 这是我们一个程序 对吧 你们是程序是怎样的 就是我们会向工商部门去反映这件事 在这个基金会的业务范围中明确写着 配合政府支持企业打假 这位负责人也说 每家企业他们都联系过 他们也是想先跟企业将情况合适清楚 再与工商部门联系 在第一时间都通知企业了 而且是多次 我们一般的都是采用书面的传针的方式 他们说给你们反复发过传针 没有 你也看到了 我这的现状到现在为止连电话都没有呢 他的传针发给谁了 基金会方面说发出了传针 而企业却说自己根本就没有收到 那么这份传针到底发到哪里去了呢 什么举报中心这个办公室来了一个传针这份 河北保定三星酒业有限公司的人说 他们确实曾经收到过来自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的传针 实际上他发来这个意思就是一种要挟的口气 如果说你不来解决 那我说解决你就得带钱来 你不解决 你不解决我就要给你报告 原来传针发到了这里 难怪北京香山酒业有限公司没有收到 河北省保定三星酒业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说 作为生产厂家 他们接到传针之后非常重视 立即专程赶到北京 向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了解情况 但是这个基金会却和他们心里想的有些不一样 我一看不是国家工商局 不是技术家 不是这个国家实现中心 不是这个 就是一个小民间 民间组织 他们说这个妇女是董事长 我说我就很奇怪 我说为什么这个国家实现中心 一个是局长 一个是什么主任 怎么来了个董事长 他们来之后就问怎么个情况 然后我们就跟他说了 说你这个东西 首先你这个警惠你确认一下 保定三星酒业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告诉我们 得知消息后 他们迅速将产品进行了召回销毁 但是因为感觉到这个基金会 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正规 便没再予以理会 可得知了这一切之后 北京香山酒业有限公司的王爷告诉记者 他感到更加不可理解了 人是更气愤的 第一跟他们那个 他们通知的是这个生产厂家 跟他们交涉的也是这个生产厂家 可到最后他曝光的 却是我的企业 香山酒业有限公司 一场打假 不仅没有打出假酒 反而曝光了一个 尚未进行过生产的真企业 现在这样 国家权威检测部门 检测的数据 这是很有权威性的 如果企业怀疑我们 那法律上还有一条 谁主张谁举证 如今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北京香山酒业有限公司的王爷派的几名工作人员 正在全国各地查找这批酒的下落 八年前王爷就下了岗 为了生存 他向亲友借钱开了这家酒厂 可是 没想到 机器都还没有开动 厂子就被先爆了光 就是说给我造成这种影响的话 我真是很怀疑 我的企业还能不能生存 我的企业还能不能往前发展 我的产品还能不能上市 上市以后对于我的结果是什么 与王爷的公司一同被曝光的 还有河南汝阳杜康等三家企业 那三家企业也表示了对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的质疑 我不知道他们是这个酒店 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现在也拿起法律武器 要为我们的权益 就在我们以为整个事件已经调查清楚的时候 在安徽省质量监督局的官方网站上 记者又意外的发现 由河北保定三星酒业有限公司生产的那批 刚被曝光的白酒 竟然又被公告称检测合格 难道是这家企业又重新生产了吗 这个是跟几次生产的吗 还是一次 就是一次 从此以后再没有生产过第二次对不对 没有没有 就是因为生产了以后出了这问题 他现在怎么生产 如果企业说法属实 那么同一批次的白酒 先是被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宣布为不合格 之后又由安徽省质监局公布检测合格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们看到这个中国保护消费者基金会 它是当时在民政部门注册成立的这样一个社团组织 作为民间的这样一个打假的机构 他能够做的事是什么 他只能向政府有关部门去举报 要求政府对这件事进行查处 他不能自己抽查 那么委托鉴定以后 自己向社会公布检验的结果和信息 发布信息 它是执法的一个组成部分 不是任何单位都可以发布 它必须法律授权的 如果说真的是要检测一种商品是否合格 包括检测完之后的结果进行权威发布 这应当是由什么机关按照什么程序来进行 咱们产品质量法它有明确规定 那么如果是在生产领域的产品需要检测它 它是由国家之间总局 它负责来制定规划组织实施 在流通怀疑 就是由国家工商总局 它来组织由县级以上政府的工商部门 它去筹查检验 它是分工很明确的 那么一旦这个筹查检验结果出来以后 那么它要向相关的部门 国家级的 要向省一级的质检部门或工商部门去通报 这时候来发布信息 但这个信息的发布权 按照产品质量法有关的规定 只限于省级以上政府的质检部门和工商部门才可以发布 像抽检包括检测整个环节应该也是非常严密的 所以按照产品质量法和质检总局 它相关的规定 它规定了严格的程序 那么抽检 它必须在企业库房里 或市场上代销商品中来抽查 那么抽查以后 要当着被抽查单位的面 封存样品 要是我在市场上 那必须当着经营者的面 去封存 然后就送检验部门去检验 它必须严格按照这个程序 因为法律富于被抽查单位 它一系列的权利 比如说它首先有知情权 所以你抽检的方法是什么 你检验的标准是什么 你派的人员是不是带有工作证件 他有没有资格 他有知情权 同时他有意义权 对你抽检的结果 那么对我不利的 我可以提出意义 所以抽检 它是一个非常严格的 一系列法律程序问题 不是说随便就可以拿着去检验的 我们的记者调查的时候 还发现一个细节 就是这一家基金会 它的执照已经过了年检的期限 而且最后期限好像是到2007年 按照民政部基金会管理规定 它规定 每年3月31号之前 必须报年检材料 要通过年检 那么如果一年没有参加年检的话 按它规定 是要停止它的活动的 并向社会公布 如果两年不参严年检的话 那么就吊销它的批准证书 那么它因此就丧失了它 从事相关活动的主体资格 就是说即便民政部 没有吊销它这个执照 那么它的行为能力 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 它的主体资格 实际上已经是不合法了 它就更不能从事 所谓的这种发布信息 或者抽查别人产品 这个权利了 确实作为这个社会的每一个公民 每一个消费者包括单位也好 组织也好 有这个权利 也有这个义务 去发现这样一些不合格的商品 去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但是我们能够做的 仅仅只是法律 赋予我们的那样一部分权利 感谢您关注本期金正说法 也感谢您导演博士参与我们的节目 谢谢 明天同一时间 新闻市参与我们的节目 订阅 明天 是